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大家好 我是编冬 那经过了一个礼拜呢 这个视线屏上面好像蛮多这个红色紫色的东西出现 应该是很多人上个礼拜都评到了这个新的紫变 好 那这个礼拜又是例行星的更新 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礼拜更新的内容 以及它的活动有哪些吧 那么从活动的部分呢 我们当然就先讲一下这个礼拜推出的新的副本 在这个地方 活动副本里面可以开到一个叫做初春庆典 那这个里面进去呢 它其实分成两个楼层啦 那这个等级的话 一层是40级 二层的话是50级可以进去 里面的怪物呢 基本上都会掉落花瓣 但是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只黑白狼军在一楼 二楼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只黑白狼军 只有这两只怪物会掉落这个所谓的幸运宝箱 所以如果你在地图里面打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幸运宝箱呢 打开之后啊 它有机会获得这个变身召唤剧啦 这个红色的这个英雄制作秘籍碎片 还有一些这个稀有的武器选择箱 下面还有很多啊 大家来看一下 所以呢 我们进去里面打怪的时候 除了打这些原本这个什么花瓣之外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下 有没有黑白狼军这个角色 有看到的话呢 就可以打一下 那这个花瓣呢 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很简单啊 在制作这边 好选择活动 在花瓣这边呢 你就可以选择制作 贝娜的符文袋 或者是这个贝娜的宝石符袋 这两个呢 顾名思义就是里面 一个是出符文 一个是出宝石 那它的这个兑换呢 是没有次数上限的 那大家进去这个地图的时候呢 欸 其实不用太勉强啊 因为这个两个楼层 它的怪物的强度是差的非常多 所以如果说你硬要去挑战二楼 但是打不过的话呢 其实不用啦 你就直接下来一楼打就好了 这边的怪物呢 其实也够你打 而且重点是 你能不能找到这个黑白狼军 其实像我今天早上在打的时候啊 我打到两次喔 但是我一开始还没有注意到 那个是黑白狼军 打了之后呢 欸 开他给我的箱子 开到一个抽卡具 我想说哦 原来这个是一个宝啊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逛逛看 因为如果出现的话 我想大部分也会被这个 眼明首快的玩家先打掉 所以你不一定看得到 好 那再加上它这个视角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限制 建议大家呢 把它放到最大 这样如果有看到这个黑白狼军的话呢 你才不会去错过啊 那这个花瓣呢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是制作之外 你也可以到城镇里面的NPC 就是这个初春庆典营运团队 找这个雅米 那点开它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 都可以买一些东西喔 那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贝娜的小火车 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拿去 让你塞到活动的收藏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能力喔 它有包括是这个 每次HP还有MP的回复加3 还有闪避以及HP 最大HP加10 这边总共要1234567 全部加起来就是7颗 所以呢 这个东西啊 如果说你有在收集的话 建议大家 你可以先把这个收集满了之后 再去看下面这些 哪一个是你想要用的 那除了上面这些之外 这个礼拜还有推出新的礼包 上一次是这个金光变身系列的吧 那这一次呢 是推出这个贝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礼包 那一样呢 它的礼包组成了 分成了变身 娃娃以及强化 大家从左边的选单都可以去看到它 那这一次的这个变身里面呢 我们直接先拿这个最贵的来讲好了 基本上呢 最贵的跟比较便宜的这两包呢 它们就差别在于 鑽术啦 以及它里面的内容 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的喔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以这包来讲的话 它里面有这个4200个鑽石 然后还给你这种鱷尔斯的变身召喚5次 那再来是这个魔法弹30个 那这个魔法弹呢 等一下我们会去讲 它可以去制作一些东西 那另外还有这个 算是这个额外的能力卷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能力是攻击、防御 还有就是物防跟魔防 还有最大负重都有增加 那持续30分钟 那最重要的是呢 它里面还有一个英雄亥气啊 那你去冲红装的时候呢 不会爆掉好这样子 那当然相对的呢 像这个是变身的 它就给你这些东西 如果是魔法人偶的话呢 基本上来讲是差不多 只是这个抽卡的部分呢 它换成了这个魔法人偶的抽卡 好那再来这个被纳的强化呢 也是跟上一次就比较类似一点 它里面都是给你这些 红色的啊 或者是祝福的这个 所谓的强化卷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大小包之分啦 就是一个分成这个武器的 一个是防具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 你想要去补充一些东西的话呢 这个礼包里面 除了补赚之外 还会去给你其他的东西哦 那么回过来讲 刚才说的制作哦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 一样会有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贝纳的魔法炸弹 那这个魔法炸弹呢 你可以去制作 比如说这些秘籍的碎片 或者是这种符纹箱 他这次的符纹箱 是从绿色 蓝色 红色都有 那这个秘籍碎片啊 也是一样哦 从蓝色红色紫色都有 那如果说你想要耳环宝石啊 或者是戒指宝石的话呢 这边也有这个可以去制作 12个就可以去制作一个 当然 如果说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的话 在这个商城里面 他也是可以找到这种耳环宝石啊 或者是戒指宝石像这个的话呢 他是属于台币的台币的 那这边的话呢 有这个蓝钻的蓝钻的 就是耳环宝石箱 跟戒指宝石箱 各10个 那当然要买的话呢 其实买这种10个的会比较划算 因为你单一个买的话呢 是110 买10个的话呢 等于是买10送1的这个概念 大家如果说需要去补的话呢 你就可以从这边去入手啦 那最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系统 就是这个所谓的宝石系统啦 那我们点来这个装备这边之后呢 选到第二个 然后呢 点选这个宝石按钮 他就会跳出来啦 那这个宝石呢 我是已经先把它强化好了 但是呢 来 他要怎么去把这个宝石把它镶嵌上去呢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饰品 绿色的哦 重点是绿色的哦 绿色饰品把它强化到加3之后 他就会去开启这个栏位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宝石啊 他这个是有对应的哦 比如说 像我这个位置就没有哦 那我这边的话的这个是灵魂戒指哦 这边的话呢 宝石就有对应的 但是我现在是因为没有强化到加3 所以没有办法相牵 所以这个宝石呢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装备啊 原本的戒指把它强化上去的话 可以用这个宝石 好 那在这个宝石呢 怎么去强化呢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 就是你可以去商城里面去买这个宝石箱嘛 那宝石箱打开之后呢 你会像这样子拿到一个宝石 那同时也会拿到这个宝石的强化卷 好 像这个点两下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把它强化了 那要注意一下哦 它每一种宝石的这个能力啊 都不大一样 好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下面都会列出来 那强化越高当然是能力会提升越多 好那 它这个安定值是0 好也就是说你从加1开始 就有可能会爆掉 好但是基本上 几率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啦 就是可能到加3开始才比较容易去爆它 我们来试试看哦 好像这样就爆掉了 那我这个是冲了大概10颗左右 可以冲到2个加3 运气还算 应该说几率上我觉得还算可以哦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挑战看看 那这个如果到加3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宝石相牵上去 它就可以去获得这个额外能力了 顺带提的是呢 之前推出了黑白狼军以及常见人的子变 这个礼拜的这个变身哦 它也有更新到新的哦 那包括传说英雄以及稀有的都有 那不过呢 我们就只用传说的来跟大家做说明吧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新增的总共是有哪几只哦 包括这个龙骑士的安吉拉 那这个是法系的 那再来这个龙骑士的雷格纳 这个是远攻的 再来还有这两只哦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以往初的这个变身呢 其实都是万用的哦 看这个图示就知道了 那这一次的话呢 算是有职业专精啦 像这个龙骑士安吉拉呢 他这个就是这个法战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 他就有他职业的限制 那再来这个龙骑士雷格纳呢 他就是远攻的 顾名思义就是远攻的才能用 那再来就是龙骑士拜德 这两只呢 这两个是不是兄弟啊 反正他们两个呢 都是属于这个近战的哦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两只呢 他们的攻速都来到了2900 可以说是目前子变里面 攻速最快的两只哦 那这两只如果要去选的话呢 当然是拿这个会是最好的 因为他增加了力量攻击命中 又增加防御力 相较于这个拜德来讲呢 虽然说他有比较高的攻击跟命中哦 但是这一只的他的能力呢 算是比较全面性的这个坦度哦 那当然你的能力够想要输出最大化的话呢 当然就会选择这个龙骑士的拜德 那这两只呢我想应该就不用选了 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职业的这个设定哦 所以呢 你是什么职业就拿什么样的变身啦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一个礼拜的改版 以及他的活动 还有一个宝石新的系统介绍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大家如果觉得不错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我是片头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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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